后来 早点 公学 喂 大嫂 那个我单位突然加班 有点急事 我还没到爸那儿呢 什么 你没上爸那儿 谁没急事啊 快走 台长 我冯雪 妈 上回说好的等爸病好点 你把那车给我开 那车呢 你爸病不是还没好的吗 你爸这还扎着针灸呢 你怎么真的不懂事啊 那您给个机会让我送爸扎针灸去吧 我还给你机会 是不是那小妖精让你来要扯的 妈 您别小妖精小妖精了 那是您未来儿媳妇 谁未来儿媳妇啊 我儿媳妇 我可跟你说啊 老三 就那个杨琳呢 没一点优点 除了脸蛋稍微挑了一点 这就是最感人的了 这怎么感人了 妈 那您是不知道 二十一世纪感动中国的男人跟女人 有钱难买解乐意 漂亮姑娘愿意跟穷男人过穷日子 那杨琳是愿意跟你过日子吗 她要愿意跟你过日子 那就不会几万块钱的一个包 说买就买 你要真是穷男人 你吃不上喝不上你试试 她要跟你过才怪了我哥 我这儿还不够穷呢 不是 我连辆车我都没有 妈 您知道吗 就杨琳那帮朋友啊 就是宁愿给大款当小三 都不再找我这样 不 你今天来干什么来了 你就来拿车来了啊 那你就甭想啊 今天是开不走啊 我真不可以说 妈 这都几点了呀 爸怎么还没回来啊 爸 爸 你没事了吧 你没事吧 爸 爸 爸 你没事了吧 爸 快快快 爸怎么摔这样呢 慢点 慢点 把车拿过来 来 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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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来 坐好了 你让开 让开 让开 你干嘛呀你 你来不了 你不能告诉我一声啊 我突然有事 我让淡宁来 他路上堵车 行了 别说了 赶紧上车吧 快快快 把车堵下来 堵车你也应该先告诉我 你不能告诉我一声啊 我 我是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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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重要不知道 按理说呀 这个点应该到家了都 妈 不是出什么事了 乌鸦嘴 你胡说八道了 去哪儿 小 小 怎么了 怎么了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 你爸呢 妈 你先别着急 没出大事 喂 你到哪儿了 你到哪儿了 那个医生说要状况 CT结果要四十分钟之后 才出来了 你现在都谁在医院呢 妈现在知道事了吗 那个 我跟大哥在医院呢 大才回家了 他说怕在电话里 说不清楚妈着急 回去陪妈了 他怎么想的 我能不知道吗 就是要把自己摘清楚 反正全推我身上呗 行了行了 我说了 不是我说你 我跟你说当初 你就不应该答应他 他出来了啊 我跟你讲了 赶紧的啊 你快坐下 跟我说说怎么的了这是 怎么这么回事啊 就我今天吧 确实是因为有急事 我妹妹 按理说家丑不可外扬 我没招了 我就跟冯雪说了 我说你帮我个忙吧 帮我去接接爸 我这儿有急事 他答应得好好的 可他没去 等我到的时候 我爸摔倒了 那浑身上下 又是泥又是土的 摔坏了没有啊 你爸在哪儿呢 没 没有多大事 我爸现在在医院呢 我呀就是怕 电话里说不清楚 所以才跟你回来说的 怕你着急呀 都说了还没什么大事呢 你不说什么叫大事吧 何不认亲家是吗 跟谁急呢 跟谁嚷嚷呢 有本事跟你二嫂嚷嚷去啊 你以为他和我都嚷了 别 别 别嚷嚷了 别嚷嚷了 在哪个医院咱赶快去吧 妈 你现在不用去医院 真的 你要不信我呢 你给医院打个电话问问 老三 赶紧给你打个打电话 问问情况 你别着急 别着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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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爸没事了 啊 我们去医院了 给爸做了CT 做了检查 医生说没事了 您放心吧 啊 啊 我们这就开车一起带着爸这往家走了 啊 好好好 好 好嘞好嘞好嘞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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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雪啊 您也是 你说你来不了 你告诉我一声是吧 这 是让我在这儿 老二啊 您也是 你再忙 你 你得告诉我一声 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有事啊 应酬 你忙的你有应酬 那你也不能不管爸呀 是吧 我说我不管了吗 我们早就说请了护工找专业的 那大嫂是非得说 托她自己来啊 啊 照你那意思呢 我们这这看护 这还看护 还出错了 这还是不是 我这么说了吗 不是 如果说我们要是早找一个专业的护工 她能有事就跑了啊 这也怪你 那上次你交给冯雪的事她就给忘了 你怎么不长金星的还交给她 我不是着急吗 我找了一圈人没找着 那你说我妹妹学死密活的 那我不能不管爸 妈 来回来了 回来了 爸 没事吧 这怎么弄的呀 慢点慢点 老三你背点点爸老三 你背点点 慢点慢点 坐 来来来爸 这怎么弄成这样了 去到车去 同学 去住我 怎么回事啊 你说这事赖谁啊 老老 我家借家酒劲啊 我喝喝喝我喝喝 接着酒接着好好回去啊 这事你不对 你既然答应赵我爸了 你就不应该走 我跟你说这是没出事 这要是出了事 这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爸出事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那我妹妹出事不也人命关天呀 不是你 你就再怎么着你 他不 不应该被我爸一个人放那对不对 啊 你就不 不能走 你就绝对是不应该走 你知道吗 不是不应该走 我不是给他打电话了吗 那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妹妹寻短见吧 大嫂 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真不知道爸一个人在那呢 我还以为你会等着我到了你才走呢 那我还以为你肯定能比我先到呢 对不对 行了 都给我闭嘴 雪儿 把老二领回去 跟个醉鬼似的 老三进去看你爸去 来 来来老公 给你泡的绿茶姐姐酒来喝点 哎呀 风酒不能喝茶 越喝也厉害 我跟你说啊 以后猪小要是找你 你别管 听见了吗 不管什么事 她有事让她找我 那人家给你打电话 你说不去 那人家当然找我了呀 大嫂给我打电话 那低三下四的说 非求我让我去 早知道我就跟她说我没时间了 我去给她救场 她非说是因为我爸才摔那儿的 明明是她先把爸放那儿的 我去了 她把这屎盆子扣我脑袋上了 那有这么办事的吗 你就一点记性都不长 那你干吗去了呀 也不接电话 那跟谁喝酒吃饭呢 弄成这样 现在还头疼了真的 这酒劲真大 什么特供啊 我跟你说全是假酒 有 头疼了 这叫门啊 谁呀 二哥 马上开会 行行那马上过去啊 开会了 行行行行行 嗯 你们都说说吧 都什么理由 没到医院去接你爸 说吧 妈 老大媳妇不用说了 我知道了 从老大这儿说 说吧 我上班了嘛 我上班了嘛 开会又不让请假 嗯 我是吧 我那个 陪 陪客户 不 谈事儿 那个应酬喝酒 嗯 老三啊 你这俩哥都有正经事儿 你有什么正经事儿啊 我又没车 你没车你还没良心啊 你爸在医院没人管 你坐得住 我肯定坐不住啊 这不赶紧过来了吗 妈 我哪能想到 我大嫂能干出这种事儿来 你看把我爸给摔了 哎 我照顾爸这么长时间了 可一次没磕过 一次没碰过啊 我今天是临时有点急事儿 我哪知道我 我就走那么一会儿 就能出这么大事儿啊 不是大嫂我 我说啊 风雪呢 是是是去完了是吧 她要是真的是去呢 她也是给你帮忙 是救场 老二你这么说话可不对啊 那合着爸 是我一个人的爸呀 行行行行 我错了 这事儿就我错了 行了吧 行了 我觉得啊 今天发生的事 不是偶然的 我也不追究责任了 咱们现在说说以后怎么办 你们都忙 上班的上班 挣钱的挣钱 但是再忙 也得照顾自己的亲爹 咱们今天呢 把照顾你爸形成制度 谁也别大包大揽 这事儿我说了算 我安排谁是谁 有事跟我请假 你们有意见没有 嗯 行 我我我我没意见啊 不是没意见 咱们这不定了吧 妈这样 钱以后都放您那儿 怎么办 拿多少 这事儿您定 什么妈 那个 我看这样也挺好 是吧 那个家有牵口 主事一人 那咱就都听妈的 回头老二 你们就把钱一次性 多放妈妈点 是吧 有事儿然后我们再拿 这个 你们说呢 啊 不是这个 还帮我帮我帮我妈那儿 放点钱是吗 隔多少啊 隔 相隔五万 五万 行 五万 行 行我干嘛那儿 这跟你也没关系啊 妈你放心 明早上银行 上班之后我就去去 去五万现金我搁您的 好 好 那钱的事儿就这么办了 咱们接下来说车的事儿 老大媳妇 把车钥匙交来 当初买车的时候说好的 这车是专门给你爸看命用的 咱得专车专用啊 钥匙由我掌握 我说谁开谁就开 我说谁送谁就送 我说了算 没意见吧 没意见 你 妈 那个从我爸游病到现在 住院陪护 针灸 一天三顿饭 买菜洗衣服 那个全是我一个人干 那我确实是因为这次有点急事儿 那也不能就因为这一次的事儿 您就把我车给收回去呀妈 哎 哎大嫂 怎么就你的车了呀 你顶多也就有个使用权懂吗 那我为什么有使用权呀 不就是因为我能照顾爸伺候爸吗 对不对妈 这也不影响你伺候老人 你爸需要用车的时候还是你开 那你既然让我开 你干嘛把车钥匙要回去呀 那 那还是我开了妈妈 就是为了防止像今天这种事儿再发生 明白吗 不 那个冯雪 你跟妈说一句呀 你看 你说句公道话 我伺候爸伺候得怎么样 你说呀 跟妈说呀 那个 刚才大哥不是也说了吗 家有牵口主事艺人 还是听妈的吧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大嫂把钥匙交了 不再高兴 不能总让她高兴了 他高兴了全家人都不高兴 你觉不觉得今天你妈跟老三 好像商量好了似的呀 一个管咱要钱 一个管朱晓要车 老三这不是我妈新肩子吗 我妈疼他呀 你妈怎么疼老三倒无所谓 可是他现在这么疼老三 当着朱晓的面 说句不好听的 如果我要是朱晓 我也心寒啊 朱晓要是真撂挑子了 就老三那样的 指望他去伺候你爸呀 行吗你觉得 没点过几天朱晓就好了 如果你妈呀 没把车钥匙给老三 不用过两天朱晓肯定好 要是真的把车钥匙给老三了的话 我看这事就没这么简单了 不行我把这话搁这儿 那你说这是怎么办啊 我妈把车钥匙给老三那儿 不是早晚的事吗 怎么办 实在不行你先过去看看 劝劝你妈 让你妈千万别把钥匙给老三了 去呀 你想过没有 朱晓要真撂挑子 家里的千斤重担 就压咋俩身上了 妈 你就让我把车开回去呗 我保证啊 下回爸去针灸的时候我送上去 你赶紧走 你别再给我添乱你 走走走走 妈妈妈妈 不是你看这这么晚了 我怎么走都没车了 你给我吧妈 打车走 我给你出钱 妈我不要钱 我也不打车走 这大晚上我打车走也不安全呀妈 不是你把车钥匙给我吧 我就开一天 我开一天行吗 我就开一天 明天我给你送过来 妈我求你了啊 妈 行妈我走了 反正我一个人走了 马上路上约个节道了 反正我弄死我活该 乌鸦嘴 老吓唬我 明天给我送回来 妈我就知道您心疼我 明天送过来啊 一定妈你 慢点开注意安全 放心吧妈 行 走了 明天给我送回来 放心吧妈 二哥 你我先走了啊 您陪妈聊会儿啊 安宝 你还是把车给老三了 太晚了没车了 明天他就送回来 你看吧 你看吧 来来来媳妇洗脚了啊 哎呀这个老三哪 怎么算糟了 你信吗 妈肯定把车钥匙给老三了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吗 老三已经上车了吧 我这人媳妇当的 我认为是够可以的了 就我伺候我亲爹 我也没像伺候咱爸这样吧 啊 你看看今天啊 妈是当着全家人的面 就把车给收走了 没一个替我说公道话的 我告诉你啊 要不是看着爸现在病着 我现在就找妈理论去 是这事吧 这妈做得是有点不妥 其实他就是偏袒着老三 你知道吧 哎 兴许妈没给他 是老三自己拿的钥匙呢 我现在就问妈去 行行行行 行了行了行了 我问了你去 这大半夜的你折腾什么呀 哎 不管是老三自己拿的钥匙 还是妈给的 这现在车已经开走了 是不是 咱们是老大 让让他们 哎 兴许明天老三 就把车送回来了 看明天能把车送回来 你想什么呢 就你实在 你等着吧 等着明天背霸去里聊去 这儿你说着了 你妈真敢得出来 大嫂这笔账肯定记我头上了 是我妈跟老三一块儿啊 拴的套她不止死活往里钻 不是 你说这事赖谁啊 这么长时间你还不了解你大嫂啊 你妈早就想好了 要把那辆车给老三 就是一直没找到茬 我呀就是一倒霉催的 就是一垫背的 你信不信 从明天开始 咱们全家都得吃饭馆 吃就吃 又不是没吃过 再说饭馆我觉得很好吃 想点什么点什么 还甭看她脸色 怎么了 想得也太简单了吧 咱早上吃什么呀 咱早上吃什么呀 跟你媳妇吵架了 妈 我得赶紧上班去 我这还得挤公交去呢 我先走了啊 好 气死我了 妈 妈 妈 怎么了又出什么事了吗 怎么了 妈又啊 妈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吗 你早上哭什么呀 怎么了 妈 老大两口子 你说一大嫂吧 掉了个脸子 饭也不做 我跟他们说话吧 也不理我 扭头就要走帮忙干在那儿了 你说我这么大岁数 他怎么这么对待我呢 别哭了 我昨天就跟您说 我那车你又不应该让老三开走 我 我怎么就不能让老三开走 怎么的 有车的时候伺候我 没车就给我脸子看呢 妈 不是说有车就伺候您 没车就不伺候您 以前我们没车不也伺候您吗 对呀 那这是为什么呀 没车的时候挺好的 怎么有车倒有事了呢 就是 肯定大嫂觉得不公平呗 怎么才是公平 车轨他们开就公平了 公子有句话 叫无不换寡 无换不君 什么意思 解释一下 就是说呢 不怕少 就怕分配不均 寡就少的意思 均就是 平均呀 怎么才均 再买一辆车就均了 再买也均不了 妈 你说 家里前前后后是这儿是吧 全让大嫂一个人跑的 不是你把车老三开走 才进来能舒服吗 昨天晚上太晚了嘛 你打车又打不着 我怕老三不安全 我这就让他开走了 人老三打也说 今儿就送回来 今儿送回来 浩天才送回来 你别这么说你弟弟 老三这孩子我知道 听我的话 对对 您看看这什么孩子 好 大考验 我来了 我们终于有车了 有自己的车了 好看 好好看啊 好像发展现就能发展 发展现就能发展 你跟我咱俩经常收的啊 这以前啊咱们天天在家吃饭 不知道外面花不了多少钱 你吃的这么好吗 就是啊 而且你也不用挨累了 我也不用刷碗了 大排档也不错呀 是不是 他们不是说花钱就能长得让开 是吗 我们一会儿都让开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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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吃吧 这这冯雪也饿了 我也饿了 别 等等 再等等老大连口 要不你给打个电话问问到哪儿了 大嫂 老二啊 我跟你大哥我们俩没事逛街呢 不回去吃了 吃的可饱了 挂了 你看 我说没事吧 这么多年头一回这么关心我 问咱们回不回去吃饭 怎么说呀 挂了 说说说说都不回来吃了 吃吧 你看 李大嫂我要告诉你 越来越不像话 你不回来做饭也就罢了 我这做了 还不回来吃 你不回来吃也行 你跟家里打个招呼啊 你瞧瞧 连个电话都不打嘞 哎呀 你不 坐这一大桌子怎么办呢这 妈咱们吃不就完了吗 是不是 吃吧 吃 吃 他也回不回 以后他爱怎么着怎么着 都不回来吃才好 妈 把饭车送回来了吗 我爸是不是又该针灸去了 嗯 我给你打电话了 肯定误不了他答应的 你们忙你们去吧 嗯 妈 那就明天让老三去送爸 嗯 你只能这样吗 又怎么着 你大嫂人罢工了 你不干了 妈你安排好了啊 明会又出差了 几天回来 一两天嘛 玩事肯定我会赶 我手里边就剩一个三了 有诈吗 有诈你赢 诈 诈 讨厌 我讨厌 你也不扔我 不带不带赖皮子 怎么着呀 输了就不玩了呀 不玩 不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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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就早点睡 明天早上起来 还得起早呢 咱赶紧休息休息吧 老公 这这么好玩 咱们就再多玩一天吧 多玩一天呀 嗯 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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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你餐一下 嗯 老公 你说我这白天要上班 晚上回来还要刺碰你妈 这么下去我受不了了 待会儿你大嫂回来 我还得看她的脸色 嗯 不叨咕了行吗 你不就是想买房搬走吗 嗯 你答应了吗 行行行 真的 不是你说吧 那个大哥大嫂对咱妈也挺好的 你说咱妈这么做 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 你俗话说远香尽臭 咱们要是再不搬走的话 迟早没好果子吃 哎你这胃部不好的你 我跟你说我妈 不管对别人怎么样哎 我妈对你一直特别好 是不是什么活都 帮你干啊 那那那我现在干什么呢 行你跟着 你去屋里躺上去 一会儿我给你做一个全身按摩 好 你讨厌 我哪敢啊 一会儿你妈又该捣鼓了 我哪敢啊 一会儿你妈又该捣鼓了 哎呦 你两口子干活呢 哎 啊 屋里看瞧去 哎 哎呦 哎呀 干上活儿了 哎呦 哎呀 干上活儿了 哎呦老啊 得了啊 这活儿干得挺利落呀 以前怎么没看出来呀 还行 玩着挺开心啊 开心 太开心了 我今儿才明白 这做人呀 最重要的就是开心 没错 大嫂说得特别对 就是这个 不开心的事不想 不开心的人不见 没错啊 你大嫂我以前呀 就是老为别人想 总觉着呢 这个家要没我可咋办呢 啊 这饭谁做呀 屋子谁收拾啊 吃不上穿不上 可怎么办呀 纯属多余 你看 你们俩这活儿干得多利索呀 是吧 哎呀大嫂啊 我知道你们心里不舒服 有怨气 没有啊 我可没怨气 我心里特舒服 呦 我得进屋看看 今天买了几件新衣服来着 哎 大嫂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 咱妈做的事不太合适 不合适 哎呦雪儿啊 你才刷一天晚 就觉得不合适啊 啊 你大嫂我刷了多少年呀 你觉得合适吗 我不是说刷碗的事 那咱们家还有什么事啊 我是觉得咱妈不应该把钥匙给老三 昨天晚上我知道 我不是赶紧让和平过来 你肯定也知道 她到的时候 老三已经把钥匙拿走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真不知道 我只知道 妈收我钥匙那天 你们俩没一个人言语 没一个人向着我说话 是吧 是吧 不是 大嫂 不是 你说那天 那种场合 妈要在气头上 是吧 说这 说了不也没用 而且我没想到 老师过两天 妈那气消了 是不是 她肯定就会把车咬给你了 要不然你说我买这车有 有什么用啊 对不对 目的是什么呀 别家 您大嫂我生来呀 命贱 就没那开车的命 也想不起那开车的福 也想不起那开车的福 ソーシー 都是的 你们俩在座 回来啦 真香啊 这老三要不要回来吧 是啊 回来是中午饭 完事好带您去针灸啊 跟我还淋淋的 那可不不 啥叫香敬如冰 谢谢 辛苦啦 老爸 半身起床了 咱赶紧回去了 别一会碰堵车 乖了 骑了 我都答应我爸 我一会下午开车从来针灸去了 关了 起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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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就要救你一个人有车吗 我们家人 倒不是我一个人有车 我不是上次答应我爸了吧 哎呀 别叨叨 让我都受苦 我的手机呢 手机呢 爸 我我手手机放哪了 谁在身上哪去 喂 妈 哎 老三 这都几点了 你在哪儿呢 不说好了吗 你带你把针灸去 快点过来 我 我是现在 现在这不 在你家的手机 在洋室上堵着呢 堵了好长时间了 哎呀 我的祖宗啊 哎 妈 您看我二哥有没有空啊 让我二哥送给他们 行行行 您别管了 我给你二哥打电话啊 慢点开车 注意安全啊 到了给我打个电话 报个平安 行行 妈 不是 你放心放心放心 我这儿没事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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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妈 老二啊 老三这儿有事的 你快过来 送你爸针灸去快点 都几点了 我在外地出差呢 你都给忘了 我忘了 我忘了 好好好 我给冯雪打电话啊 好好好 喂 雪儿啊 我不是冯雪 我是她助理张珊珊 珊珊哪 珊珊 我是冯雪的婆婆 她哪儿 上节目呢 她几点下节目 你这么的吧 等她下了节目你跟她说 你说啊我来电话了 家里有急事 让她赶快给我回个电话 啊 您要是有什么事 我过去帮您吧 不用不用 真的不用 您就把我的话呀 你转达给冯雪就行了啊 好好 就这样啊 再见 再见 小啊 你看这事闹的 怎么办呢 好